花莲市国强社区发展协会因为肯定市长魏嘉贤所开办的爱花莲食物银行 一致通过了将前两年为能够办理元宵节活动的经费提拨部分 捐赠了三万元超市礼券给花莲市公所爱新花莲食物银行 而理事长吴亦仁表示希望能够透过捐赠来帮助到更多弱势的家庭 日前花莲市国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亦仁及协会干部一行人 在花莲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正伟的陪同之下 前往了花莲市公所 他们除了邀请为市长出席2月12号 由社区发展协会与颜平王庙一起合办的元宵活动之外 也代表协会捐赠价值三万元的爱新礼券 要给爱花莲食物银行 我们国强里所举办的元宵节晚会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我们停办 经过我们社区发展协会会员大会 然后讨论一致通过提领提拨三万块经费来补助 我们那个卫市长成立的食物银行 因为食物银行提供给弱势家庭或是贫困的 能够来提领生活物资 生活物资里面包括很多有尿布、奶粉、泡面等等 给需要的民众能够应急 非常感谢我们国强社区以及十六股原品王庙 针对我们花莲市的食物银行提供相当大的奉献 那也是因为我们花莲市公所 我们卫家庭卫市长针对食物银行的部分 给予我们花莲地方的弱势民众 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也让这些弱势民众感受到 我们花莲市每一个社区的温暖 那也期盼借由国强里社区发展协会 然后来捐赠之后 能让更多的花莲市民众一起投入这样的公益 让我们花莲市越来越温暖 市长维嘉贤也携同事劳科长小职位 执政感谢状 并谢谢大家在岁末年中 物资较为短缺的时候 善用爱花莲食物银行的平台来挹注资源 那这一次谢谢国强社区捐了我们相关的底券 让我们食物银行的同仁们 能够去挑选一些比较劝缺的物资 来把它补足跟补齐 那食物银行是属于我们所有大家 需要帮助的朋友们的 那也谢谢大家都能够散用这个平台 也谢谢我们很多有爱心的朋友们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都捐赠了一些物资 我相信每个人一点力量 可以帮助到许多的人 善的经济是循环下去的 也是不断的让每一个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而市长维嘉贤也提醒大家 身边若有缺乏物资的弱势朋友 不管他的户籍是否设在花莲市 都可以洽询花莲市公所 大家攜手援助帮助弱势族群 占度难关 记者徐丽琴 欢迎时报导